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欢迎收看黄金年华之斗歌金玉 乐宁有活力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今天是大年初四 然而我们有六场的导师组队的这一个环节 今天要进行的就是第五场了 是的 没错 那么新春之气 我们的导师又会跟隋结缘共创佳基呢 现在来介绍一下 四位导师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乾坤再造队的吴坤杰导师 八面玲珑队的刘欣明导师 杰出非凡队的JJ林俊杰导师 夏日之声队的夏慧导师 那在这个回合呢 是没有人会被淘汰的 我们的这些学员们在演唱完了之后呢 将会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 他们会归入为哪一位导师的战队 是的 今天来为所有的学妹们加油打气的 就是2021年第一系列的冠军 伊文林 那个时候呢 他在比赛啊 评审们就说 他的声音是相当的干净 然而他唱起歌来的时候 让听歌的人十分陶醉 也很感动 欢迎伊文林带来这首千丝万缕情 每一次想你每一次念你 每一次回忆每一次亲密 一次相爱换了一次分离 只能够叹息又何必 每一次想你每一次念你 每一次回忆每一次亲密 为情而醉 那个九星愁滋味 只为我今生能醉毁 夕阳万象天边 暴色般迂回 你可曾想起过谁 离别时候能握住你的手 我已经感到千丝万缕 每一次想你每一次念你 每一次回忆每一次亲密 为情而醉 那个九星愁滋味 只为我今生能醉毁 每一次想你每一次念你 每一次想你每一次亲密 每一次相爱换了一次分离 只能够叹息又何必 每一次想你每一次念你 每一次回忆每一次亲密 为情而醉 那个九星愁滋味 只为我今生能醉毁 我今生能醉毁 夕阳万象天边 暴色般迂回 你可曾想起过谁 离别是否能握住你的手 我已经感到千丝万缕 每一次想你每一次念你 每一次回忆每一次亲密 每一次亲密 为情而醉 那个九星愁滋味 只为我今生能醉毁 我今生能醉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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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想你每一次念你 每一次回憶 每一次起迷 为情而罪 难可九星愁滋味 只为我今生难醉灰 恭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很开心 新年期间 你又回到黄金舞台来 对 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再度回到这个舞台 是 那你是学姐吗 今天就是要来给学妹们一些意见 对于你自己来说 如果要一路闯到大决赛的话 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 我想应该选唱自己适合的歌曲 然后放轻松 那我自己本身呢 我的歌声是比较柔 所以在舞台表演的时候 我会尽量保持自然 然后不沉闷 要自然要不沉闷 这个很难做到 要拿捏 是是 好 来 请就座 谢谢 谢谢 今天第一位学员 他的工作很有意思的 就是和人讲话 讲话 他是心理治疗师吗 不是 他是一名企业和人生的教练 哇 那他一定是充满正能量 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吧 是的 没错 他来到黄金舞台 就是要向他妈妈证明 他是可以的 欢迎谢小纯 带来这首《喜欢你》 《喜欢你》 《给我你的外衣》 《喜欢你》 《给我你的外衣》 喜歡你 借我你的數字 讓我用柔軟頭髮問你 喜歡你 車窗上的霧氣 彷彿是 你的愛在呼吸 喜歡你 那微笑的眼睛 連日落也當做蠢蠣 我喜歡這樣 跟著你 隨便你帶我 到哪裡 你的臉 慢慢貼近 明天也慢慢的 慢慢清醒 我喜歡你 愛我的心 傾訴我 每根手指感應 我知道 她在訴說著你 才諾言語 喜歡你 車窗上的霧氣 彷彿是 你的愛在呼吸 喜歡你 那微笑的眼睛 連日落也看做蠢蠣 我喜歡這樣 跟著你 隨便你帶我 到哪裡 你的臉 慢慢貼近 我喜歡這樣 跟著你 隨便你帶我 我覺得 明天也慢慢的 慢慢清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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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你 愛我的心 清楚我每一根手指感应 我知道她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随便你带我到那里 你的脸慢慢贴近 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 我喜欢你爱我的心 清楚我每一根手指感应 我知道她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第一次来参赛的谢小春 你好 听说来之前都是经常陪妈妈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 一直有在看 然后50岁的时候其实想来 然后我妈就说 你有比别人胖 样子又不见得好看 不要去比了 丢脸了 可是她不知道我们这边可以把你打造一下 对 我就在想说 我一直跟我学生说有梦想要去追求 那我的学生就问我 教练你的梦想是什么 那我一直不敢说 那我就说这次一定要来一次 要好好跟任何一位老师一定可以学到一些功夫 其实我们这个黄金舞台也是一个瘦身的舞台 真的吗 真的 我花了很多年都没有瘦五公斤 因为你没有动力 我们来到黄金舞台的动力太大了 等着瞧好不好 好的 而且我们的老师都是魔鬼叫 真的 当然我觉得要把歌唱好学好是更重要的事情 那肯定是的 我们就听听看老师们觉得你在歌唱方面 哪一些地方需要再学习好不好 我们请欣灵老师 其实我听你演唱也感觉到你是白痴 就是不是说很会唱歌又很多技巧 你的形象跟你的声音完全不搭 你要讲什么 什么叫声音跟声音看上去不搭是什么意思 他声音他唱出来就好像有点焦滴滴的感觉 但是一看哇这个OK 声音焦滴滴的 所以那个形象也要瘦个十五公斤 给他弄好焦滴滴的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身体健康还是重要的 无论你抽到哪一位导师 我相信呢 你也可以瘦下来 然后你也可以唱歌唱的好听 谢谢欣灵老师 你第一次来这边追求梦想对不对 你的歌唱梦想 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 我是合唱团啊 刚才你唱的时候 我可以听到你对字歌曲的意思的诠释 都是对的 都很好 然后你懂得应该怎么去把字咬清楚 音应该怎么脱 把它收得清楚 可是因为你的声音太瘦了 所以如果你开始的声音是这样瘦 然后你又把它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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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后面就很小了 一个人去独当舞台的时候 有时声音 我们说声音要把它 充斥整个那个场 才可以感染到你的观众 听你说话是有声音的 有力量 可是唱歌的话 可能不敢了 可能下一首歌 很期待你敢敢的 把声音放出来 好不好 加油 谢谢老师 因为合唱团通常都是和谐的 不可以有突出的声音 所以你是比较小心翼翼的唱 但是独唱了的时候你就要放 可是因为这个音乐又太担保 所以变成你又放不出 你如果太放了又不调显 然后呢 因为前面那个时候 它还没有什么节奏感 只是让你有一种轻唱的感觉 但是变成你没有抓到那个节奏 Sephanie 给我你的外衣 让我想 躲在你身体里 到了后面 它就出现来了 那个节奏的时候 你就进入了那个状况 那之后就比较可以了 这个音乐的声音 我觉得比较调显的就是你的师姐 因为它声音很细腻到 它可以把异景唱出来 好 那既然呢 学姐就坐在旁边 那我们现在就来问一问文灵 来说说你的经验谈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选歌的时候 我选音乐版本 也是钢琴的 但是有老师跟我讲 老师跟我讲说 最好是不要选钢琴读咒的那种 因为稍微一点小瑕疵 都听得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可能 以后你可以考虑的一点 小春你很有自信 我喜欢你那个脸部的那种亲和力 还有你唱歌的那个中肯度都很好 不过呢 一样我们还是要讲回同样的问题 单单钢琴伴奏 我想我们这把声音 就好像赤裸裸的在大家的耳边 假如我们能掌控 这声音又有慈心 又能够控制得很好 单单钢琴语就可以很迷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你把它吸取 谢谢坤姐老师 这个环节是不会被淘汰的 所以呢就算是选错了这个音乐 我们还有以后呢 能够学习如何的去选择 还好还好我没有淘汰 是恭喜你不会被淘汰 好不好 谢谢你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要出场的呢 就是编号2的周美娟 然后这一次来到黄金舞台呢 主要是因为他孩子们呢 来鼓励他的 他为了保持这个良好的状态啊 他就坚持不熬夜 不喝冰水 也不吃这个刺激性的食物 勤炼于江 哇 他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哦 那这就是一个走向成功的一个 必要的一个条件啊 那也希望呢 他的努力跟毅力 能够为他呢 在我们的黄金舞台上面呢 带来亮眼的成绩 那今天他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就是 亲密爱人 今天还催着风 想起你好温柔 有你的日子分外对轻松 也不是无影踪 只是想你太浓 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磨 爱的路上有你 我并不寂寞 你对我那么的好 这只真的不同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 陪着我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年夜还催着风 想起你好温柔 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 也不是无影踪 只是想你太浓 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 爱的路上有你 我并不寂寞 你对我那么的好 这只真的不同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 陪着我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美娟是一位孩子的鼓励来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孩子多大了 21 我的女儿 哇 我的儿子18 其实你在唱歌的时候非常的自如 那有没有去拜师学艺 疫情之前有去过几堂课 疫情之后就停了 在疫情之前你就已经决定要来参加比赛了 对 因为看了好几年了 所以真的是想来试一下 她年龄刚好到这个岁数 对 就是因为你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孩子们就觉得说 妈不要再看了 你赶快去吧 因为我在家太吵了 好切吧 我每次一边看一边跟着唱 一边唱 所以他们受不了 我说你去唱好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 导师们怎么说好不好 好 美娟 应该说快就有天分吧 因为有个地方这首歌 那个从高音的 从那个高音的话 滑下那个低音去的话 其实你是做得很好的那个地方 声音是非常好听的 只是我们唱流行歌还是这种表演 我们是借助了那个话筒 还有音响系统 把那个声音要唱的东西 不是说唱大声 而是把它放大了 然后给观众一起来做共鸣 可能那个气啊 也要就好像跑步一样 你没有常去跑的话 不是说不会跑 就跑了三百米就没有力了 所以黄金年华是一个马拉松来的 要准备好 一定要跑完全程的 好不好 好的 谢谢老师 我觉得说是你要放胆地唱出来 刚刚你唱的是跟每一方一样的调子 对吧 很低 对 你要做到这样子 然后很顺的 而不是有时候断续地唱出来 声音是在那边 但是那个情绪跟情感就没了 这个一定要去注意 美娟你好 你好老师 刚才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我蛮陶醉的 你的中低音很美 很好听 所以加以时日训练的话 会是一名很好的唱将 谢谢老师 你声音好 我也是陶醉在你的歌里面 歌曲里面可能是因为第一的关系 你没有释放出来 所以就那个字好像在里面 可能是在家里 你的孩子们每次说你很吵啊 什么什么 就变成有收的感觉 但是这些东西要教你 你如何去骂你的孩子 你就这样唱吧 好 所以加油 谢谢老师 其实我觉得他唱得很棒 也不需要跟他讲些什么 只是说我通常选择这种平平的歌曲 感情非常重要 所以而且在舞台上面 我都不会好像一直选择站在同一个地方 我会稍微有一点移动 转身这样子 台风有变化 位置也有变化 好的 对 说到台风一定要选我 又换话了 不管怎么说 待会我们要等待命运的安排 好不好 祝你好运 谢谢 编号三的若林 为了这一次的亮相 可以说做足了这个准备功夫 除了勤奋练歌 他也积极地速身减重 那他减重几公斤呢 八公斤 哇 真的是不简单 好 那今天呢 他就希望带来这首点亮霓虹灯呢 能够感动所有的导师 我们欢迎他 总是面对过那些令人 很难看的事 才明白人间的聚散 是不能全放在心上 你说的爱不能 不代表可以简单 说忘就忘 总是面对过任何时间 都伪装的人 那谎言如此的明显 却满足了情的弱点 叫人心甘情愿 将自己心在里面 不顾危险 天亮霓虹灯 分说着黑夜 不会那么深 作人喜乐 也把爱当作真 天亮霓虹灯 疲惫的眼神 不会那样成 我的梦依然 在红尘中翻过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总是面对过任何时间 总是面对过任何时间 都伪装的人 那谎言如此的明显 却满足了情的弱点 叫人心甘情愿 将自己心在里面 不顾危险 天亮霓虹灯 天亮霓虹灯 分说着黑夜 不会那么深 纵然吸引了 也把爱当作真 天亮霓虹灯 一圈的眼神 不会那样成 我的梦依然 我的梦依然 在梦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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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霓虹灯 分说着黑夜 不会那么深 在梦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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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我 心理上有准备 一定要进入大决赛 要进入大决赛 好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 那我们来听听看 老师们觉得你准备的如何 好不好 若琳在比赛那个环节的时候 都对他是稍微有了解 一直都是被看好 你说你有准备的话 我也是替你高兴 然后呢 我希望你的准备里面多多的练习 因为多练习一定会更好 因为你本身已经有这个 阴色的美了 然后再加上你现在样子 是好看是稍微瘦了一点 我希望你能够达到你的愿望 谢谢夏慧老师 若琳我觉得还可以再进步的 真的我觉得你的咬字就是 没有完全的 你能很如愿的把情绪 唱出来的就是 就是那个点 因为你唱的时候 几乎我都觉得你是用动真琴来唱的 声音是有分丰厚的感情 可是我们说声音 然后到嘴巴这边的话 要出来的时候 你的咬字还是稍微的有点点硬 那个句子还是有点点断 特别这首歌就是有那种悠长缠绵的感觉 如果还可以再连绵一点的话 会更好 好不好 加油 谢谢老师 好 若琳 对你的语气跟口气 对这首歌的编语 我们还是蛮欣赏的 不过我们音量情绪在演艺某首歌的时候 你记得你是在演而不是真正的投入 要不能影响 但有些人投入太多 酷了 没声音唱了 对 所以我们在演艺的时候有一点类似什么呢 在唱的表演是歌剧 他是在演 当唱的时候他就来唱 可是在唱的时候 他跟演可能前面那段是演呗的 他唱出来 哭到没声音没有 他会控制 这个就是演 所以常常我们说 演而优则唱 所以你自己角度能贯通 对你往后在某些歌的选择 悲喜的歌都可以帮助到的 好的 谢谢老师 那身为一个学姐 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秘诀要交给她的 让她能够真正走到大决赛 其实她唱得很棒 然后我觉得她的声线 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她 只是在高音部分 可能她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以后都要找这样子平平低音的歌来唱 可能就是一个挑战 然后我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在形象造型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 我自己本身觉得这些都会让你加分 要讲到服装这个就一定要问心灵老师的 对不对 心灵老师又觉得她今天穿的如何 这样的身材穿什么多好看了 是不是这样讲呢 现在穿买衣服很方便对吗 不用考虑要什么size 是说到唱你是有准备 但说到那个技巧跟那个音要唱上去或滑下来 你还是缺乏了一点的功力在那边 因为每道唱高的部分你好像用错位置去发音 这个你真的要再好好学习 如果你现在还有在跟你的老师学习的话 你应该要问她你到底要怎么样的做 才能够把它唱上去 然后又滑下来 应该是我自己没做到 因为我在现场可能我就没做到 这个就不是借口了 如果你真的想进入前三甲的话 你就不可以告诉自己应该是我自己没做到 你一定要跟自己讲 我一定能做得到 谢谢老师又要讲话了 没有吗 这个我非常非常同意 其实好多时候 你说你生病也好 心理状或者是那天什么睡不好了 累或者什么东西 它只是一个借口了 跟自己说 我就是要做 don't try 因为try就是没有做到 I do 不要I try 是不是 对那赞同你这句话 good 所以这个现场表现 做不到是没有的解释的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做到 是的 我会加紧的努力 好的继续加油 好 谢谢 今天呢 最后一位要登场的就是黄景贤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到我们黄金舞台了 是的 2015年跟18年 他都止步于半决赛 所以这一次他希望有更出色的表现 好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这首歌曲 我试着再爱一次 我觉得应该改成 我试着再来一次 我那层风依旧的心 竟然如此轻易被你开启 你叫我不知所措 你叫我不知所措 我该怎么对你诉说 不要紧握着我的手 我不想体会那种滋味 别让我不知所措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我试着再爱你一次 害怕我再持手套伤害 我试着再爱你一次 又能去问谁这种感觉 又能去问谁这种感觉 鼓起勇气 我想要对你是说 我试着再爱你 再爱一次 我那层风依旧的心 竟然如此轻易被你开启 你叫我不知所措 我该怎么对你诉说 不要紧握着我的手 我不想体会那种滋味 别让我不知所措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我试着再爱你一次 还怕我再持手套伤害 我试着再爱你一次 又能去问谁这种感觉 鼓起勇气 我想要对你诉说 我想要对你诉说 我试着再爱你 我试着再爱你 再爱一次 我试着再爱你一次 我试着再爱你一次 害怕我再持手套伤害 我试着再爱你一次 又能去问谁这种感觉 我试着再爱你一次 害怕我再次受到伤害 我试着再爱你一次 又能去问谁这种感觉 站在我身边这位学员景玄 也是永不言败的一位参赛者 是 打不死的蟑螂 人家说哪里跌倒 哪里爬起来 对不对 所以在黄金舞台 你是第三次来到这边 是的 就想要征服那个冠军宝座 对不对 我没有想这样多 是希望这次能够传进大决赛 这是最终的目标 一定要进入大决赛 有把握吗 我已经列了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 还有这些 就是跟老师继续的学习歌唱技巧 觉得做好准备是成功的第一步 不会手忙脚乱 是的 对啊 因为现在我们常常都会有指定曲目 对不对 所以希望你这些准备能够帮你进入大决赛 好不好 希望 好的 那我们先就请您之前的导师 夏慧老师来说一说 看他今天呢 你站在舞台上面表现 他满意不满意 要打屁股 一开始就 声音锁在里边了 出不来 听不清楚 你不要紧张 我每次讲说你们半决赛的学员 其实有相同的一个紧张的概念 就是我必须要跨入这个半决赛进大决赛 但是都有相同的紧张 只有一个就是多努力 使自己努力的更多 然后呢 练习更多 把那些歌 你所选择的好的歌 背到 就是练到滚瓜烂熟 它变成精华 变成你们的经典 你就不会顾力到其他的东西 你就是很忘我的去把整个环节就表现出来 进了半决赛的从来的人 他们都一直要想打进大决赛 其实这就是一个包袱了 你把它当平常心 那么很轻松对待 当然所谓的轻松 私底下你是有很努力 很紧凑的去准备 那就好了 那么刚才在表演唱当中呢 一到了高音的地方 我很紧张 为什么 你的声音出来是要 人家掐着脖子在唱的感觉 这是你最大的一个弱点 一定要打通 是的 好不好 我自己也知道 我的弱点就是高音 对对对 那个地方一定要学会 黄景仙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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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要怎么去消除紧张 多一点除了说当成是表演 你要在陌生人的前面演唱 这种胆子是要是要练成功能力 我发觉到很多参赛者他们也会一唱第一句就很不顺 所以这个要在上台之前要先练一下 让这个声音能够顺畅的唱出来 你的音色是好听 那你好好的练习的话一定会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继续跟你的前老师夏辉杰 我当然希望能够再结诗声音 不过就现在我们是抽签 所以就让老天来安排吧 黄景仙 我来分享一个客制台上紧张的方式 就是做 我们用一些行动 你就想我要做什么东西就好了 你不要一边唱还一边在想 那就更紧张了 那我们来试一次 我想听一下你那个美妙的声音好不好 来 你再唱一次 我试着再爱你一次 来 不要不要唱 来跟我做 手 这样 出去 我试着再爱你一次 你看这次的声音就多好听啊 就是 当我们想 我要我的声音出去 我要我的声音出去 可是你想着还不出的时候 那你身体用一个东西帮你动作把它带出去 不好意思 我又要打扰一下 她以前 她出去 她的手就要这样 那她唱高的我 试着再爱你 对对对对 然后唱第一次唱词 我每次都在爱你 我说你的手是在干嘛 你的手一直飙高 可是你声音没有在那边呢 就是你不可以想 你要跟着做出去 那你就想着action 我们想行动大过于那个思考 想着想着 声音不会出来的 动作它就会出来 对对的意思是要你把声音跟动作一起 对 就是要做出来 一起送出来 对对对 刚才我觉得就是你的思考太多了 好不好 加油 试试看 回家练练嘛 是啊 我就不晓得我们的学姐文灵是不是也曾经有过紧张 然后呢 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克服呢 这个就是我的致命伤 我有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唱歌非常的紧张的 然后都唱不出在家里唱出的那种水准出来 在家里人家讲你唱得多好听多少听 可是一旦上了台 你就发现你的声音就卡在那边 然后发不出来 而且还会抖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都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 要让人家欣赏你的声音 你觉得你唱得好听 你还一直这样抖 你要抖到几时呢 所以就一直这样子想 然后克服说 我能够把歌唱好 我的歌很好听 我要让更多人听到我的歌声 所以呢 就豁出去 然后稳下来就唱出来这样子 应该是思绪的问题 你要放下那个紧张情绪 你就要知道说 我真的是不能够再浪费我的时间 我要把我好的一面 我的声音 然后让大家知道认识我的声音 这是建立一种信念 对 也就是给自己信心 到时候自己站在这个舞台呢 我一定要好好的挥洒 好 没关系 景仙我们来到这个黄金舞台 都是来上课的 好 继续加油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景仙归队 又马上要进行的就是导师组队 这样子的一个环节了 就要看看你们的命运 就掌握在老天的手里 好 现在呢 先让我们来看看大荧幕 请看 这里有四个箱子 一 二 三 四 选择权呢 是先给编号一的学员 我要选三号 三号 为什么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数字 好的 我们来看看三号的箱子里面 是哪一位老师的照片 来 恭喜你乾坤再造队 也就是要归纳到我们 坤姐老师的旗下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二号 我是二号 我就选二号吧 很干脆 好 那我们也来看看 二号到底是哪一位老师 来 欣凌老师 我们就归入这个八面玲珑队 好 接下来呢 洛琳可以选 很可惜的是景贤呢 没有得选了 洛琳 你要选几号 那我选一号吧 那就看看 一号是哪一位老师好不好 耶 夏慧老师 恭喜你纳入了我们的 夏日之声队 所以景贤是归入这个 杰出非反队 换老师了 景贤 是 我会继续加油 恭喜四位学员成功入队 展开精彩的黄金之旅 若林加入夏慧导师的夏日之声队 黄锦贤加入林俊杰导师的杰出非反队 周美娟加入刘欣凌导师的八面玲珑队 谢小纯加入吴坤杰导师的乾坤再造队 好的 希望在导师的细心教导之下 大家能够学以致用 给自己带来好成绩好不好 是的 那当然师徒组队呢 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对不对 坤杰老师 最后一个机会 你想找怎么样的一个学员 希望能收到一位呢 比较有色彩 比较有基础的学生来训练一下 给我有不同的训练感觉 好 那杰杰老师 老师都没有得选嘛 可是如果可以选的话 我都希望我拿到那个最奇葩的 最特别的 最特别的 因为不管去到哪一个环节 有没有需要大决赛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我觉得在台上呢 你能呈现到一首歌曲 特别到全世界都记得你唱过那首歌 那就是今生无悔了 是 他希望自己的团队有不同的学员 是的 我们都希望的是 好 在这个时候 我们谢谢四位导师 谢谢你们 也要谢谢我们的学姐 文玲 是 好 下周呢是最后一次的导师组队了 谢谢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 黄金年华之豆歌境遇 乐龄有活力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真的不是你选歌 真的是歌选你 听这个声音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好声音 你这个羽毛不要 不要动这么多 找到一个适合的老师他教的 这个不要全部脱掉 我真的 不要全部脱掉 不要全部脱掉